我 persön的附近 喂 你好 你好 云女士 我是启航列头公司的 首席顾问欧阳鹏 前天跟您联系过的 您还记得吗 对不起 欧阳先生 我之前在邮件里 回复得非常清楚了 我最近呢 想休息一段时间 还没有那么想工作 是这样啊 云女士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有个人特别想见您 您能否抽出五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下午要去斯里兰卡度假 订好了航班 有什么事情 等我度假回来再说好吗 那于女士 喂 喂 喂 欧阳先生 我不建议你再继续这样 打电话打下去了 否则我要帮你拉黑了 于女士 实在不好意思 我想再争取一下 您给我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就行 好 你说吧 于女士 请相信我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对方的老总非常看好你 他看好我我就要见他吗 他是谁啊 潘孟茨本 罗姜 喂 于女士 您去斯里兰卡的航班是几点 如果实在不行 我可以安排你们在机场见面 喂 于女士 您在听吗 那这样吧 下午四点 机场见 过时不后 好的 非常感谢 罗总好 你好 请坐 创头界的人都知道 任何人跟我谈事 时间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和任何人谈事 其实也不需要超过五分钟 罗总未免也太绝对了吧 不管什么事 五分钟还没有结果 其实就不用谈了 好 好 那您还有四分钟 余小姐 我听说你要到 斯里兰卡去旅游 是的 去度假 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有我电话吗 有 猎头公司有给我 好 回来之后跟我联系 罗总 您这就谈完了 谈完了 您不应该问我是否愿意 加入盘梦资本工作之类的吗 我知道你愿意 是的 我愿意 我今天来 一是为了表示尊重 二是给你松歇 其实也可以是接风 能立即开始工作吗 我没看错人